基本上我是覺得他唱唱歌 有的時候會叫要去打官司對不對 官司現在 因為被人家告很多 沒有 官司已經是他的 OK 好不好 就好像要自信 對 必須要上個通告 他從30歲以後 就沒有哪一年是沒有官司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對他已經不是困擾了 OK 所以也不影響他這樣唱歌 完全不影響 而且這張專輯 他所有的版稅收入 是要捐給公益團體的 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相對也就加碼 因為希望賣更多 也可以捐給公益團體 目前會捐給的是 腦神經外科醫學會確定的 OK 然後最重要是 我們在這張專輯的操作裡面 我們找到張玉霞 一開始 我們是因為保護阿良緯 我們不要讓他曝光 我們其實一開始 整個的企劃專輯 是根本連這個人露臉都不要露臉 只有聲音跟名字出來 所以當時請張玉霞 進錄音室配唱的時候 他說老闆 你不是說我不可以見到人 張玉霞在那邊 我怎麼辦 我出去就會看到他 對 他很緊張 我們就請張玉霞想像 這個聲音是幾歲的人 他說應該是60幾 OK 是看有多滄桑 他沒有 其實阿良緯很年輕好不好 年輕 就40再加10幾而已 對 然後後來就是 這兩個一配出來那個聲音 哇 絕配 我真的覺得自己都有驕傲感 因為張玉霞從小是看不見 所以他的世界很單純 他沒有視覺的那種 他沒有那種 那種太複雜的人生 這個人呢 是從小 人生太複雜了 而且看盡他的工作 人生百態 是 政治顯樂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麼單純的一個聲音 遇到一個這麼有顆粒感 滄桑感的這個聲音 這兩個一結合在一起 那個音 那一首歌 就變得非常的有力量 我今天早上去做頭髮的時候 我就跟我美髮師 我說現在最流行阿良緯的歌 你有沒有聽 他說沒有 就上網路聽這樣子 他邊畫 他就邊哭了 他說怎麼那麼感人這樣 而且這樣的組合是沒有的 所以也就是我們沒有隨便做 我們真的是在企劃一個 把這個人特色找出來 就像我當初把彩樺的特色 找出來一樣 因為彩樺人家看他會開心 他唱歌的時候招財 門尼 保備 就這樣子 所以他看了他是很開心的 那個 阿良緯 阿良緯 走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 他鼓勵了大家 他是來療傷的 是讓別人療傷嗎 他是療癒系 療癒系 對 療癒系的 療癒系 他是一個療癒系的歌手 就是你看了他之後 你會發現 你還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有什麼好抱怨的 我長得這樣OK啦 對 你們多有自信 而且他不是現在還長這樣 他一直長這樣 對啊 他們能夠活出這樣有滋有味 你還有什麼好抱怨你的長相 而且對任何人來講 其實你的人生 在某些時候你覺得 我已經走到盡頭了 我已經沒有什麼事了 可是呢 你看到他以後 覺得想不到 他在這個年齡 這個長相 他可以出專輯 對不對 這個是你的重點嗎 是不是 沒有 而且就是說 這樣的好聲音 然後其實對我來講 我是發想創意的人 所以這樣的人給我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是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可是慢慢去認識這個人之後 創意就出來了 我們也把它做出一個東西 就是說本身這個產品 是有賣點的 而且買了會覺得 聽了他的歌會覺得是 舒服的 開心的 這樣聽這個歌就是多麼的開心 對不對 這種療癒系的商品 我覺得在現在的時代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需要的 所以他等一下出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會受到療癒對不對 對 療完之後你就會聽 就看到我又快樂 所以我們是有 多好 對 你們是屬於 療癒完了又招財的 對 對 哇 而且他一看到我 哎呦 師姐 師姐這樣子 好有禮貌 走也不敢走前面 我就不用你先 他說你先 我們兩個就在那個 跟妳講 他在別的政治人物面前 很阿爸 可是在我媽前 不留餘地的 是啊 他看到我好有禮貌 讓我覺得好不好意思喔 對不對 對 長輩在前面 然後他還一直說 哎呦 師姐 師姐你先 我一叫他師弟 就像一個爸爸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 你們公司也是屬於年齡偏高的 對 40歲以上 40歲以上 OK的 OK的 對 沒有 因為我們就 我們公司其實什麼年齡層都有 對 只是 彩樺是我們 成功的意思是比較40歲以上 慢慢推出 慢慢推出 我們不要貪多嘛 對 不過彩樺真的很厲害 這個 妳歌仔戲原來就會唱的嗎 其實是沒有 我從小就喜歡看歌仔戲 就是喜歡看 楊麗花 楊阿姨的歌仔戲 所以那時候6點半一定準時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看 那妳這次有性 可以跟楊麗花在一個舞台上 是 而且我小時候 我真的沒有亂講 妳有會唱嗎 我夢過楊麗花阿姨 我跟她一起演歌仔戲 說妳是美夢成真啊 對啊 就是幫我圓夢 我好開心 而且是在我生日那一天 唱兩句而已 唱兩句 那妳今天要不要唱一句 楊麗花 好 唱一句就做七里亞嗎 妳是演楊麗花的二老婆 第二老婆 對 對 其實看到楊阿姨 其實是很緊張 因為從小就是她就是 偶像就是帥哥一枚 對 然後就是覺得說可以跟她 很厲害 她身段還是很好 對 而且她在台上的每一個架 是一個 一個眼神的 光彩牌我就受不了了 對 我就覺得 妳哪裡受 妳受不了